全中运7月份是在屏东县举办 而三名国中举重队一共有四名选手参赛 一共获得了一金二银的佳击 另外在全国总统杯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而这也是继2016年之后 再度有选手在全中运来夺牌 一早部落就有热闹的鞭炮声 双十廉价第一天就有好消息 原来是三名国中校长以及举重队教练带着选手 来到部落为这一次全中运 以及全国精英杯鉴定锦标赛 总统杯等赛事勇夺佳击的选手贴上红榜 首先是来到太平村为第一次参加比赛的黄信宇 贴上全国总统杯国女组59公斤级第一名 以及全国精英杯鉴定锦标赛57公斤量级第一名 蹲举硬举总和291公斤一连破三项全国记录 贴上红榜 谢谢教练 如果没有教练也没有亲爱的母 该是有努力吧 我就想拿牌 另外三项记录的红军燕在109年全国精英杯建立锦标赛 国男组59公斤级第一名 蹲举握举总和390.5公斤破全国记录 不记录的时候就很开心啊 然后又很感谢教练帮我们练得那么强 全中运7月18号到23号在屏东县举办 三名国中举重队共有四名选手参加 一举获得一金二银夹击 分别有布农组选手于成伟 勇夺国男组73公斤量级金牌 同为布农组的金恩旗 荣获国男组102公斤量级银牌 潘香云荣获国女组81公斤量级银牌 红军燕也获得国男组61公斤量级第七名 全队获得团体总锦标第四名 成绩有益 都很肯定 常常都我们都要牺牲 像每次遇到廉价 那我们就变成我们要牺牲掉廉价来训练 还有小朋友都很愿意下来练 因为是第一次比赛 然后以为会没有成绩 但是后来发现比完赛 虽然成绩出来我是有得名的 然后就一开始很开心 然后就拿着奖牌 另外这位于成伟更是被选为 世界青少年举重代表队非常的兴奋 也说慢慢的离梦想目标前进 未来会更加努力 我从国三就一直非常想选择 是青少 想穿着国家队的衣服 然后去比赛 希望就是成绩比较好一点 去前三 然后成功率能高一点 多白的选手家长们都纷纷表示很开心 也非常支持鼓励自己的孩子能够继续加油 全力支持 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 当然我也是很高兴为他为荣 但是还是要感谢他的教练 这样的一个栽培 就鼓励他 看他自己在继续努力 希望好的成绩 我就是自己要再加强一下 在美国中 举重队全校目前只有四位 加上社团有14位的学生 教练表示 虽然在推广以及招生有点吃力 但是学生非常肯练 他也会继续把技术交给学生 希望把举重运动项目在花莲回药起来 记者高双双欲证采访波动